用我们这个大楼做比喻, 弟子规是第一层, 十善业是第二层, 无界是第三层。 你看看, 前头两层没有, 你哪来的第三层? 你这才想得, 弟子规重要。 你有弟子规, 有十善业, 没有无界, 能往上。 圣凡圣同居图, 凡圣同居图, 有三倍九品。 你真正修得好, 评位也是往上提升的, 一定要真学, 不要好高不远。 过去我们李老师, 他在台中创办佛教连世, 台中佛教连世, 非常兴旺。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在台中已经十年了, 那个时候, 台中联世的联友将近二十万人, 就很兴旺, 大家都跟他说福, 听他讲解。 他老人家一生, 劝人归一, 不劝人受戒, 归一呢, 你跟佛接个月。 你要劝他受戒, 他要是做不到犯戒, 你要被因果责任了。 你劝他的这个事情不能干, 受戒一定要自己发现, 不能人家劝你, 你就去干。 你要受不了的时候, 将来你有罪, 他也有过失。 所以老师一直叫我们, 这一生劝人, 只可以劝人归一, 不能劝人受戒。 那现在我们学佛这么多年, 我学佛54年了, 讲经也47年了。 对于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了。 如果不从弟子归下手, 没有门可以入。 真正想入门, 一定从弟子归下手。 你这一生才会有成就。 离开弟子归, 什么成就都没有。 像盖房子一样, 帝子归是基础。 没有基础, 哪能往上盖。 下面这是华藏卫视观众的提问, 一共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 现在我想念经文十二章离, 阿弥陀佛的十三种名号。 我念阿弥陀佛, 念不出来。 但念无量寿佛呢, 就可以。 念阿弥陀佛, 又念无量寿佛, 算不算架杂, 如不如法, 可否以此方式往生西方。 往生西方呢, 你还要认真从经教里头去学习。 否则的话, 你不懂这些道理, 理论搞不清楚, 方法也不明了, 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就是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说你佛号念得多, 你心底不沉。 你看看, 无量寿佛三倍往生, 往生正因, 里面都说得很清楚。 总的纲领, 发菩提心一向转力。 这是总的。 那你有没有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呢? 我们对脸上写的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就是菩提心。 你要自己想想看, 我日常生活, 待人处世, 齐心动念, 是不是这个心? 那如果是这个心, 那你的发心正, 一向转力, 向是方向, 一门深入, 你的一举弥陀念到第一行, 你决定可以往生。 如果你没有真诚意, 对人虚情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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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不平等,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慈悲, 那你念佛不能往生。 所以往生的人一定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业, 你看那个三倍往生, 上倍, 中倍, 下倍, 通通都有这一句, 下倍往生的, 就是凡圣同俱途往生的, 也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最重要啊, 出世待人家真诚啊, 没有一点虚妄啊, 别人欺骗我可以啊, 我不能骗人啊, 别人欺骗我怎么可以, 因为他不想往生嘛, 他还要搞六大轮回嘛, 那我不想搞六大轮回了, 所以我不能再用虚伪的信, 我要用真信, 我要求生极乐世界, 不想再搞六大轮回, 那这个最重要的真诚, 只要有真诚呢, 后面大概都会有, 都会去读, 所以往生净土, 经不能不读, 现在不但是你要读啊, 而且还挺强, 读如果不能够理解, 也没用处, 你要能真正念懂了, 我们念佛往生有理论的依据, 有正确的方法, 那这个就是效果就非常显著, 才能成就。 第二个问题, 他说, 带一位年长阿姨请问, 她年月六时, 千诚佛教徒要落山好时, 遗受菩萨皆, 又卖烟求, 是否破解, 但所赚之前, 君作好思, 不失, 这样是否如法, 亲思佛开始, 这是千诚的佛教徒, 好山好时, 又受了菩萨界, 但是他的银身四叶, 是卖烟酒的, 最好该好, 不要做这个银身四叶, 这种银身四叶, 在戒经里面, 佛都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这个是不如法的, 你自己不吸烟不喝酒, 你叫别人吸烟喝酒, 你害人嘛, 一面害人, 一面做善事不失, 这个不行, 叫你的功耕过滴消掉, 说得好听一点, 等于没做, 等于没做, 要急功倍得, 这个事情不能做, 要相信一个人在世间有命运, 你命里头有财富,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都会赚钱, 命里没有财库, 干什么都是赔本, 都不会赚钱, 财从哪里来的, 财从财布施来的, 我命里头没有财富, 那怎么样才修财富呢, 就是财布施, 那我们有财啊, 有一块钱也可以布施, 两块钱也可以布施, 只要用真诚心去布施, 你的财富慢慢就有了, 像储蓄一样嘛, 极少尘度啊, 那个真诚心的利息就很大, 越极越多, 那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就跟大家做了很好的抱怨, 命里头没有财啊, 那现在就是, 真的是, 无论干什么事情, 有求别, 需要多少财的, 它就有人送来, 这是感应不可思议, 所以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这大家都看到的, 这很好的一个例子, 第三个问题, 就是供佛的清水, 是否要烧开过的, 还是用生水, 由法师开始说, 若用烧开过的水, 供佛, 对佛不尊敬, 因佛曾说, 观生水中有八万四千成, 若烧开的水中有虫的尸体, 供佛对佛是不尽的, 要如何才是正确的, 正确的应该是, 没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我觉得多有问题, 所以, 这个, 是开水, 不是开水, 没有关系, 刚才讲过了, 它是表法, 它不是供给佛后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一杯水的时候, 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平等, 要像水一样清净, 提醒我们, 时时刻刻要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 它取这个意思, 因此水要干净, 烧开不烧开, 我觉得没关系, 这不重要, 要干净, 那么最好呢, 用透明的玻璃杯, 你看得很清楚, 透明的玻璃杯, 这样就好, 这就很如法, 它是教学用的, 那我们这样做法呢, 这就是对佛很恭敬, 为什么佛这样教我? 如果佛天天教导你, 哎呀, 你要修清净心啊, 你要这个平等心, 天天有人教你听咽了, 听得不耐烦了, 你看他用这个方法, 多巧妙, 你选择你最喜欢的杯子, 沉着一杯水, 看到就生欢喜喜, 又提会到的是亲近平等的意思, 后面一个问题, 说弟子心中有一件很大的疑惑, 这亲老话词开始, 我的先生生于2002年的大年初一, 是烧炭往生, 大年千年, 先生在年千年, 大年初一烧炭往生烧炭往生吃, 自杀的, 是自杀的, 这年, 千年三年呢, 过完农历年之后, 我就开始生病, 一直咳嗽啊, 咳不停, 打针吃药, 甚至做病理检查都没有生病, 之后啊, 有四姐带我去收金, 才知道是我的先生, 要我帮他办超度, 超度完之后啊, 咳嗽就好了, 但是又有其他毛病出现, 我一直觉得, 他根本没有去投胎, 尽管目前没有感应到他的讯息, 但是这个疑惑一直存在心中, 就怕他又突然出现, 让我痛苦不堪, 请老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自杀很麻烦啊, 在我们佛门里面, 常讲的道家也说啊, 自杀都要找替身了, 没有替身了, 他没办法去投胎啊, 所以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禁止自杀, 自杀是逃避责任的, 那你这个苦还是要受, 甚至于更严重,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遭遇到任何的苦难, 要知道, 这都是业力感召, 一定要承受, 自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么他既然自杀了, 他的神识没有离开, 这个想法是正常的, 你家里头要怎样呢, 家里面最好给他供个牌位, 供个往生牌位, 每一天晚上, 放十三月道经, 放地藏经的这个录音带, 录音带都可以, 让他在那里听经, 念佛, 修行, 这个对他的帮助就很大了, 不能不理会, 不理会不可以, 一定要帮助他, 所以我们就到场, 我们到场, 这个夜晚的时候, 播放地藏经跟十三月道经, 不中断, 念佛, 现在用念佛机, 这个念佛也不中断, 这个对于幽民界的众生, 帮助很大, 到场可以做, 家庭也可以做, 他不会在伤害, 因为你帮助他, 你救他, 他怎么会害你, 这个后面是, 后面还有一个广东佛山邻居室的问题, 他说今年四月份, 他的先生跟朋友们在一家酒楼看到一只重98斤的乌龟, 这大概是海龟, 当时就将这个乌龟买下, 之后送到少关云门寺, 放生池里面放生, 那里的法师很慈悲, 天天天为乌龟送金念佛, 过了七天, 这个寺院里的法师打电话告诉他, 乌龟已经往生了, 七天就往生, 又隔了一个月了, 他说我们在经常放生的河边, 又遇到一只三十斤重的乌龟, 那我们又将它买下来, 送在附近丁安里面, 天天听法师做糟纹阔, 但过了三天, 这个乌龟就又往生了, 对这个问题, 说我们心里老是不踏实, 请问老法师, 我们这样放生如法吗? 放生如法, 没有问题, 这个乌龟, 他能够听经, 能够听佛号, 这一个是七天往生, 一个是三天往生, 这个语言都很殊胜, 只要不是人把他害死, 真的往生了, 往生不一定到极乐世界, 他要脱离出生生, 到人间来了就都是善道, 生人天都是好事情, 总算是离开了, 散我道了, 那么修的这一点善根, 这个是如法的, 这是网络同学提问的, 这个是网络同学提问的, 如果能双手获掌理身, 应如何施离较为方便, 右手残废了, 一个手也可以, 左手也行, 这个离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攻进, 这个仪式上不周到没关系, 何况你是残废, 这是恭敬心道, 第二个问题呢, 他说我在发心, 一直恩寺以后, 不出一个月, 就戒缘道, 03年, 似乎上人讲解的, 中风禅寺三世西念全集, 现在开始读第四遍了, 非常欢喜, 在生活中遇到种种境远, 都会体悟到这是佛菩萨在实现, 第三遍是发生过, 这个数次转进的现象, 每一次读时都觉得意去无尽, 我感到这一部讲解非常适合我, 自觉没有经历再攻读其他, 所以我想毕生只读这一部讲解, 以知作为修行指导, 这样修学, 师父也可以达到往生的愿望, 请师父解答, 可以, 一门深入, 就依照中风禅寺的开始, 夜深受持三世西念, 你早晨用这个做早课, 晚上用这个做晚课, 明阳两立, 自己得利益了, 你的家亲眷属都得利益, 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灾难很多, 我们看到报道, 你看这一次美国的三个州, 这个风灾非常严重, 据报道推测, 这个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一万多, 那么前几天, 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的教堂, 涌击被践踏而死的对一千多人, 这个欧洲, 汉灾水灾非常严重, 那么你能够把这个功德普遍地回向, 给这一些灾难当中死去的这些众生, 这个功德无量, 有好处, 这自他念力。 第三个问题, 他说, 请问拿五币来的钱, 去做善事, 因果如何, 可以拿去印经放生吗? 可以。 你要用什么心呢? 佛法是大成佛法的, 论心不论死, 无必来的钱, 偷来的钱, 那就做好事, 你的心是善的, 功德就殊胜。 我们净土中有个祖师, 和净土中第六代的 永明严寿大师的故事, 各位知道吗? 他在没出家之前, 他是公务员, 管出纳的, 管出纳就有钱了, 身上就有钱经过了, 他就把那个国家的一些钱, 偷偷地拿出来, 去放生, 大概偷了不少, 以后被发现了, 发现人家告他了, 这个罪是死罪啊, 罪是死罪啊, 盗用公款啊, 可是人家一看他, 盗用什么, 他都拿去放生去了,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 报告给皇帝, 皇帝觉得也很奇怪, 照样判刑, 判刑是拿到法堂去杀头, 皇帝告诉建长官, 如果他害怕, 怕死, 杀掉就算了, 如果他不怕死, 把他叫回来见我, 他绑到法堂杀头的时候, 他一点恐惧心都没有, 那么法官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害怕, 他说我以一条命呢, 换千千万万的命啊, 值得了, 皇帝一把这个话, 他就把这个话报告皇帝, 皇帝照进, 就问他, 问他你将来想做什么, 他想出家, 皇帝称劝他, 给他当护法, 就永远远受, 所以这是偷用公款, 去做好事, 实在讲是, 国家不知道做好事, 我用这个方法来替国家做好事, 也是好事, 绝对没有私心, 这个很重要, 绝对没有私心, 为国家修复啊, 这个这是屠杀性啊, 这个不是凡人窥子的道理, 学命也干, 知道这个这是死罪, 他还是干, 第四个问题, 说弟子目前任教于台湾的一所私立大学, 该校的学生素质, 学习风气与学习态度也不佳, 弟子虽尽力使学生明了上课内容, 但效果仍不甚理想, 学生也不用工, 某些学生心态, 甚至反正我有钱, 有交钱, 学校就会让我及格, 学校对此呢, 为顾及经营问题, 由不成文的规定, 希望老师都能让学生及格, 对此情况若真正照标准来要求学生, 学生恐怕多数不能及格, 若直接让学生及格呢, 又感觉到像在贩卖文凭, 请问法师, 这个情况是应该如何为之较为妥当。 这个问题在现在学校里头几乎普遍到全世界了, 这是很普通的一个问题。 我在早年的时候, 因为抗战期间, 我是学了三年, 所以很想读书, 没有学校。 抗战之后, 这个国共的战争, 我们这些学生又受到了搏击。 所以时钟没有安定的环境, 读书一定要有安定的环境。 那么家庭又非常的贫穷, 没有能力攻击我读书。 所以到台湾之后, 就很想到学校里去旁听。 因为正科的学生, 我们也交不起学费, 也不太容易考取, 这两个条件的限制。 那时候我认识了方东梅先生, 向他老人家要求到学校旁听他的课。 那么他告诉我, 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学生, 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但是你要到学校听课, 你会大失所望。 这个话四十年前的, 四十多年前讲的。 四十年之后现在的学校, 我想说每一框又下了, 不会向上提升的。 所以这种现象, 你一提, 我就明了。 那你要是想在学校教书呢? 那你就得要随顺。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恒顺中真, 随喜功德。 你还能保住你的饭碗呢? 如果你真正凭良心做事, 那就问你了, 你不干这一行, 你能不能生活下去? 如果能生活下去, 哪一个行业比较上妥善, 你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 真正好的学生, 好学的学生, 你能够教一个两个, 都是无量功德。 可以教的, 教他, 不能教他的, 随缺。 这是李老师教的我。 这一个班级上, 有几十个学生, 真有一两个好的, 你要不好好的教他, 你对不起他。 不肯学的, 你教他那是白费功夫。 你能够有这种智慧去权衡, 你在这个教育里头会有成就。 有好学生的, 好好待他。 第五个问题, 他说, 我知道一个居士, 有重大犯罪嫌疑, 是一种, 公法书的作者。 这个公法大概就是, 可能是属于七公一类的, 七公一类的作者。 有一个老居士告诉我, 这个公法害了许多人, 是书起的作用。 把他抓起来教育很多人。 我是一个无界弟子。 请问, 举报他, 举报他, 这是功德还是造业? 果报是什么? 如果确实, 这种七公不是利益众生, 而是伤害众生。 他用这种方式去练财, 是可以举报的。 举报是应当的。 你知道这个事情, 应当要举报。 不知道的, 那就算了。 就令到别论。 知道的时候, 应该要输。 因为政府有命令禁止, 那你就救了很多人。 第五、第六个问题, 它说我是基林省的居士, 我现在从事弘法立身的工作, 每一天给一些苦难众生解答一些疑难杂症, 以及在讲解佛法, 去掉讲解时间, 剩下其余时间是念佛。 我现在是继续讲解, 我现在是继续讲解, 还是专执临大众念佛, 还是如何如何, 请师父慈悲解答。 念佛, 我学佛的同学都知道, 佛法应缘深。 至于自己怎么做法呢? 随缘。 如果有很多人喜欢听你讲经, 你就讲。 有人跟你在一起念佛, 你就领导大家念佛, 这样就好。 随缘而不叛缘。 那么还有缘分殊胜的呢, 也可以能建立一个小道场。 但是建小道场, 我想啊, 硬光法师的教诲最好, 最值得现在提倡, 就是建小行。 大家在一起共修的人, 不超过二十人。 你看硬光大师所说的, 我们这里都把它写的挂在外面。 为什么呢? 人少啊, 好维持。 容易维持, 你就不要为经济操心。 二十个人的生活, 有几个人护持就够了。 你的心是定的, 定, 才能得利益。 如果你的道场很大, 人很多, 天天想方法, 去问信徒化缘, 你的操心很累, 你的心不清净。 心不清净的, 道场也不清净。 反而不能成就。 所以小道场, 真成就。 这个指导非常正确, 应当要奉行。 小道场, 真修行。 下面一个问题, 它说, 我多年前为朋友讲解普门品中, 寄予的意思, 后来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 怕如同野狐产公安一样, 后悔不已。 自知误导他人, 诚心惭悔, 并且告诉朋友, 我讲的是错的, 也介绍正确的进攻法师, 讲经, 录音带和书籍给他, 这样做, 能否低过先前的过错, 不落野狐产公安的下场, 因为我希望能把握这一身求生净土, 这个做可以, 只要知道自己错了, 能承认自己的过失, 能够改正, 这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这个普门品, 我过去讲过, 观音三经都讲过, 普门品是《法华经》里面的一品, 观音菩萨三经不是独立的, 都是附在大经里面,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华云经》, 《五十三餐》里面, 善才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次第上, 是第七回向这一章, 另外一部呢, 就是在《楞严经》里面, 《楞严经》好像是第六卷, 观世音菩萨, 耳根源同长, 那么这个三种我都有单独讲过, 好像是有没有录像, 有录音, 有录音带, 可以做参考。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是辽宁省, 葫芦导师的居士, 最近我们找到一个亲近的念佛地, 那就是会通宝塔, 那里领导对我们这些居士念佛特别支持, 但是, 但这里是亡灵道场, 是一个新兴塔藏墓园, 我们在这里松经念佛, 有一些同道反对我们, 说在这里念佛, 不如去寺庙, 但是我们千尘在这里念佛呢, 以此功德给辞出众多亡灵, 不知道如法不如法, 如法, 这个在这边念佛很好, 这是刚刚拿来的, 就这一份语, 这个都是真正的发慈悲心, 明阳两立, 修行在墓园里头有好处, 常常提醒自己, 人最后的归宿都是一样, 所以印族常常教导我们, 真正修净土的人, 常常想到死子, 你就万念俱会了, 什么都放下了, 于人不要争, 于事也不要求, 你的亲近心才能掀起, 所以在墓园里头, 你确实能提高自己的紧确性, 明阳两立, 底下一个问题, 就是请教, 你发给大陆的, 这个幽民界众生的归宜证书, 是在给众生归宜后烧掉, 那上面呢, 有你老人家的德号, 还有静宗学会的印, 大陆做的归宜, 会不会失去你老人家知道的意思, 会不会做着变形, 这个不会的, 这个诸位放心, 我们世间有很多界限, 这个国家有界限, 这个幽民界的都没有界限, 都是通的, 都是通的, 所以这个不用去分别, 也不用执着, 都可以同用, 幕后一个问题, 是看了贵网站的一篇文章, 知道韩玉在误轨道, 是因为他写了影福顾表, 我在图书馆见到过这篇文章, 我可不可以偷偷地把它们毁掉, 这样就可以防止别人看到, 又能帮助韩玉, 如果问, 如有问题, 也是我的责任, 请问, 我这样做对不对, 这样做不对, 这样做不对, 但是这个文人写文章, 确实要对英国负责任, 你比如韩玉在误轨道, 这个事情是早年朱金舟老居士告诉我的, 我那时候刚刚学佛, 刚刚进出, 还谈不上学佛, 老居士很慈悲, 对我们后学非常爱护, 我那个时候26岁, 他老人家那个时候是69岁, 那算起来应该都算是祖父辈子了, 老人走的时候好像是75岁, 95岁, 他活的岁数很大, 那么他是张太炎先生的女婿, 这个张太炎主要知道是中国的破学大使, 在这个学术界非常有体会, 曾经因为一桩事情, 被袁世凯抓去坐牢, 坐了一个月, 也说不上什么罪名, 袁世凯为什么抓他呢, 他不骂袁世凯, 袁世凯做了很多坏事, 我骂他, 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我不说话呢, 他说袁世凯不值得我骂, 袁世凯听得就很生气, 就把他抓了手, 护士油的时候, 把他关了一个多月, 在坐建牢狱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冬月大地, 中国五月, 冬月大太善了, 冬月大地请他去做判官, 我的判官地位很高, 像秘书长一样, 那么他也就是就去了, 所以他白天在人间, 晚上到冬月大地上班, 所以他就这个轨道的那边情形, 跟我们人道差不多, 相仿佛, 但是就是, 默轨道里的, 从来没有看到太阳, 月亮星星, 没有, 他说天空是一片灰黑, 就阴天, 永远是这个状况, 不及真理讲, 不见天日, 他在那天见到韩玉, 因为他是读书人, 韩玉的文章, 很多随唐时代的这些文人的时候, 都在轨道里, 所以回来之白天, 他就跟朋友们讲, 昨天晚上是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透了很多的这个讯息, 这是朱老师她的女士, 她告诉我的, 当然这个不是谣言, 也不是假话, 那么这个, 朱老师又给我说, 张太元有一次, 建议动摇大地, 地狱里的这个泡落的刑法, 就是人抱了个火柱, 一抱的时候全身都焦难, 他说这种心太残酷了, 能不能把它废除, 动摇大地笑笑, 叫两个小鬼带他去看, 到刑场里面去看, 那么小鬼带他走了很多路, 到了刑场告诉他, 到了, 他看不到, 这一下才晓得, 那个刑法不是阎乐王设定, 也不是动摇大地设定, 是自己业力变现的, 就像人做梦一样, 是自作自受, 这才明了佛法里的所说, 这个刑法不是哪一个制造的, 这明了, 回来谈到这一桩事情, 故事很多都是不完整, 所以这个老人是个学科学的, 最后学了佛了, 就是因为自己亲自看到, 他在相信, 以前听他老邀障讲这个, 都以为听神话故事, 半信半疑, 他告诉我, 他怎么信佛的呢, 他在四川抗战时期, 在重庆那边做官, 晚上跟朋友打麻将, 打到深夜才回去, 那个时候都走路, 官再大也没车, 都是走路回去, 那个抗战时期, 那个路灯, 灯光, 我还记得了, 四十之光, 很远才有一个, 那都看得模模模模模, 看不清楚啊, 所以他回去之后, 就一直就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人走路, 他也没在意, 走了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 他忽然想到, 这夜这么深, 都差不多两三点钟, 这么深一些, 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在前面, 一个人在走路, 他这一心里一想啊, 就寒毛之树, 就吓到了, 再仔细一看, 这个人没有了, 所以他看到这个事情, 他说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走半个小时, 不是几分钟啊, 所以以后他修佛, 他这个大概是观世音变化的, 要不然他这一生, 决定不可能修佛, 轻眼看到, 仔细一看出那个人, 有上神没有下神, 看不到下神, 只看到上神, 这一惊一啪的时候, 这个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他是用看到这么一桩事情, 才回过头来学习, 才想到, 他老要让讲的那个事情,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这个韩玉这个说情, 我们念佛, 诵经回向给他就好, 这个他的这篇文章, 很多地方都收着有, 你要想把它毁掉, 毁不掉, 你只烧到两三片, 还有别地方有, 烧不尽, 所以用不住就管他了, 但是韩玉最后, 他也归一佛门, 他遇到大殿后上, 大殿后上, 把佛法讲解给他听, 他明白了, 知道他自己过去, 那是误会, 那错误, 这一位是山东, 当局是他问的, 他说去年, 听了杨老师和蔡老师讲的弟子归之后, 才知道先母从小对我的家教, 同弟子归的, 非常相近, 先母于97年念佛往生后, 往生时, 没有听他说佛来戒言, 用山桥方便, 又我入了佛门, 一进佛门就遇到了师父讲的无量寿经讲机, 每晚看到凌晨两点, 都无睡衣, 非常欢喜, 从此, 一个师父, 一步经, 一门深入, 我今年42岁了, 一当年, 你跟李老师学佛的态度, 利用业余时间, 听经, 持戒念佛, 修学已经七年了, 人民无常, 过土为粹, 几年来, 深感, 一面工作, 一面修佛, 时间不够用, 现在发行放下万元, 用五年, 十年时间, 不说话, 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 先求自渡, 而后堵他, 以报私恩, 故恩, 父母恩, 众生恩, 他说, 请问, 我这样的根性, 现在可否, 这样修修, 可以的, 真正发心, 一定会有成就, 你今年42岁, 年岁还不大, 希望你能够跟杨老师联系, 我相信他会帮助你, 这是北京, 北京一位同学, 他说, 昨天听你讲, 车祸去世的人, 也得要找提神, 假如从出生就不吃肉, 对父母, 对公婆都很孝顺, 对平人也很友善, 是一个听话, 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并且在四十九天内, 为他制成超度, 让他念佛, 如果他能念佛, 会超生吗? 如果他不愿意拉提神, 就永无出妻了吗? 去世时, 相貌与来生的去向有关系吗? 我凡听说一个孝顺的哑巴遭雷疾, 结果投身在富贵家, 有这回事吗? 这个都有可能, 确实都有可能, 但是凡事狠死的, 这个遇灾难狠死的, 自杀的都会找提神, 有没有不找提神的? 有, 他真正有慈悲心, 不忍心, 害人, 他也能超生, 也能够超生, 这个古人笔记里面, 记载的例子很多, 真正有慈悲心, 那么如果是嘉亲眷属, 给他诵经念佛回向, 劝他求生净土, 他要是有这个意愿, 有这个念头, 都能得神, 诚心诚意, 求生净土这一念, 也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话是偶尔大师在弥陀经药节里面讲的, 讲得非常之好, 因为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我们这五种心通通居足, 你要不居足的话, 那你就没有诚意, 所以说真诚心就包括了一切, 真诚心求生净土, 那么发愿, 到净土之后, 自己成就了, 成愿再来, 普度众生, 那这就是菩萨大学, 这个大成教完全相应, 所以我们念佛为这些亡者回向, 回向祭很重要, 这个四弘师院的开导也非常重要, 劝他发愿, 劝他求生, 劝他成愿再来普度众生, 这样就很圆满, 这是一个喇叭造雷吉, 投身造富贵家, 他的条件就是孝顺, 孝顺这个个性, 使他能够转世, 比这一世就殊胜多了, 就提升多了, 这一生有这个残缺, 来一生就不会有了, 总是善有善果, 悟有悟报, 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问题都解答了, 我们这个问题都解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奏参与同修 作为法师, 作为同修, 这里有香港同修提的问题, 他说有许多人经朋友介绍 到道场来列牌位 目的是希望消灾灭难 但这些人对佛法多半缺乏认识 只是抱着反正不用钱 姑且一世的心态而来 当我们劝他们自己 也应该听尽明礼念佛回向的时候 他们就投诉 说我们借着列牌位之名 招揽他们来念佛 使得我们的义工不能劝人念佛 这个问题 希望介绍的朋友 就是介绍人介绍他到我们道场来 介绍的朋友要特别谨慎一点 不幸福的人不要介绍 你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所以介绍的人他要背因果责任 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 随着道场 尤其是个正法道场 你不能够随便在这里破坏 我们道场没有拉信徒 这是几十年来 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这个形象错误 让人家发生这个误会 这个因果责任很重 介绍人不是随便的 他相信 介绍他 欢迎他来 他要不相信 要有疑惑 决定不能介绍 希望介绍人注意 第二呢 道场负责血排位的一共同修 很多时候会激活共同的力量 替受难者祈祷 如果这个方法真有效 为什么佛菩萨不帮助苦难众生效益 佛菩萨不是不帮助 众生业力 障碍住佛菩萨的帮助 这个事情 从前张家大使教过我 我出学佛的时候 他老人家教我 佛师门中有求不应 可是很多人在佛门当中有求不应 这怎么回事 所以老师就说了 为什么不应呢 是因为你本身有业障 一定要忏悔业障 你的业障忏处了 感应就先前了 不是佛菩萨不应 障碍在我们自己本身 而不在佛菩萨那边 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 那怎么样忏悔呢 那我们很多人都拜忏 都忏悔 还是忏不掉 所以张家大使很慈悲 告诉我 那是我刚刚修佛了 我对佛教这些东西 还都认为是迷信的 还都很难接受 他那时候很慈悲地教给我 忏悔不在一世 你们现在拜这个梁黄忏 拜慈悲三昧水忏 拜大悲忏 能不能忏悔掉呢 不一定 怎样才能够忏悔一仗呢 后不再绕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不犯同样的过失 这叫真正忏悔 那么佛家这个忏悔 我们在想的 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 过失只有一回 不能有重复 有重复 那哪里是忏悔呢 今天拜灿 明天照干 这个不行呢 这是绝对没有效果的 所以礼 透彻之后 那就明了了 我们搞了几十年 在大经大论 把这个道理搞通了 感应 这个佛菩萨 他对我们是感应 感应是信的 你比如说 你看江本胜实验那个水 水是矿物啊 他们有妄想分别之主 那我们以爱心对待他 他那个感应洁净就很美 我们很讨厌他 不喜欢他 他那个反应的洁净就非常丑陋 这就是感应的原理 所以我们真正用忏悔心 后不再做了 断我修善了 那个佛菩萨的感应的时候 是决定的正确 一丝毫 疑惑都没有 只是感应不能现前 我们心里头还有妄想 还有杂念 还有贪嗔痴慢 还有是非人物 还有自私自利 那这个就难了 那这个就感应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感应这种事情 随着我们自己修学的程度 不断向上提升 你修行功夫又得力 换一句话说 就妄想烦恼业障稀奇 越少 感应就越明显 最终越显著 这个是义工同修们 很难得了 我也很感慨 在大厂级一个做义工 热心为大家服务 可是怎么样呢 自己很少听进 很少自己做修行的功夫 这个修行不是听进多了 念佛多了 拜佛多了 念咒多了 这叫修行 那是修行的方法 你照这个方法去做 你是不是真修了 问题很多 什么叫真修呢 行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就太多了 行为就是造作 太多了 那么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无量无边的生活行为 总不超过这三大类 第一个是身体造的 像沙道银那是身造的 第二呢 口业 妄于 脸时 握口 其余 这个四大类是口业 你造口业 第三个是念头 我们讲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贪嗔痴慢 这是意义 我们三业 就是身口意 天天干这些 我业 这个就是障碍就多了 这个业障 习气 把所有一切善法 通通通遮盖住了 道理在此地 灿除业障 就是后不再做 我现在知道 过去做错了 我从今之后 我一定生 不杀神 不杀神 包括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 因我而生烦恼 这都是属于 杀业 害人 决定 不偷盗 这个不偷盗 从内心里面 要起一个正念 决定 不可以占别人 丝毫的便宜 占人家便宜的这个念头 道心 你虽然没有道 你那个心 就是已经在道了 你有道心 第三个是 决定不隐喻 在家同修的时候 一定守住佛的戒律 不协盈 你这个家庭多荷穆 你一家多美好 不妄语 妄语是欺骗别人 现在这个社会 口语实在非常严重 好像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告诉我 不妄语就不能赚钱 那怎么办 他不了解这个道理 赚钱不赚钱 是你命里头有没有 你命里有的 你用欺骗的方法赚到钱了 用不欺骗的方法 还是赚到钱了 那你又何必早卧业呢 这一桩事情呢 是命里有的 你就做小偷 偷来的都是命里有的 他命里要没有的时候 你就偷 马上被警察抓住了 偷都偷不到 墙也抢不到 通通是命里有的 你何必做罪业呢 所以这绝对不虚枯 我们以诚实心对人 果然一向用诚实 我相信顾客都愿意找你 你这个人老实 你这个人不骗人 货真价实 都喜欢了照顾你 哪里会不能做生意 所以像这些道理 我们要参透 我们就放行 一生不欺骗别人 诚诚恳恳 绝不调拨是非 佛教我们 圣人教我们 隐悟养善 别人有过时 与我们不相干 倔口不要提 不但不要提 不能把别人的过时 放在自己心里头 那你就错了 学府 大小成教 闲教密教 经论上都常讲 修什么 修清净心 特别是修净土 心净则佛途径 怎样能往生 心清净才能往生 心不清净 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有人说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了 他马上就又回来了 你想不相信 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 时差很大了 不要说别的了 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 记载看到的 无助 天秦 师子觉 三兄弟 都很了不起 三个人都是修 法相为实 求生 求生 迷了净土 三兄弟 跃得很好 哪个人先去了之后 到了西方 到了这个迷了净土 要回来报个信 师子就要先往生 去了之后 没消息了 没消息了 然后无助菩萨 往生了 生了之后 三年 才回来报信 天秦菩萨就奇怪了 他说 我们又好了 去马上就 就来报信 你怎么三年了 师子觉告诉我 董事长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了 我一去 马上就回来 世间三年了 你现在看来不是 他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三年不是到 那去打个转 马上就回来报信吗 他就问了 那师子觉呢 他说 师子觉没有进内院 在外院呢 被那些天女迷了 他已经堕落了 这个是佛经上记载的 时差不一样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 打个转 那个时差更大了 那他见到的 到底是什么境界呢 我们相信是个好境界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变现的净土 那不是真的 变现净土是 让你生起信心 你见到阿弥陀佛 应化神 就如同 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我们世间现身一样 是变化图里面的化身 让我们生起信心 给我们安慰 让我们继续 知道这个法门是真的 知道这个法门呢 是可以成功的 一生当中可以成功的 这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 我们不能不知道 真正往生净土 往生的时候 那一念 先决定清净 代业往生 代业往生 你的业障习气 并没有断 扶住了 就是在往生那一刹那的时候 控制住了 决不起现行 这样才能走 那个分别执着 也动才动 马上就堕落了 去不了了 所以我们念佛 平常就要练功 练什么功呢 练如如不动 圣经里面 学不生贪爱 没有留念 逆境里头 不生成晦 平常除世待人 要一团活目 决定不要给人戒冤仇 你看大臣教里面 佛长讲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个要记住 处处要让别人生欢喜 我们自己就欢喜了 长生欢喜 我们不给别人欢喜 别人也不会叫我们欢喜 人通此心 心通此理 人间如是 九发界 都是一个道理 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 知道怎样消灭 发现自己的毛病 我在讲经时候讲过很多次 这叫开悟了 觉悟了 觉悟什么 知道自己毛病 觉悟之后 要修行 把我这个毛病改掉 改掉 叫做修行 天天念佛 白灿改不掉 你没有修行的 你的修行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道理要懂 下面他说呢 弟子念佛已经十多年了 从一开始 只要念佛了 就有一股气波动 等到气静下来 人也静下来了 又有时候念佛专注 身体会有香气 请问是不是修行偏差 才会有这个现象 这个念佛的时候身上有香气 这是好像 这个念佛的时候身上会乱动 这不是好像 你看看 我们看佛菩萨的塑像 都是如如不动 没有他在那里跳舞 也没有看到他在那唱歌 这个要知道 永远是定的 是近的 那么身体会动作 大概是说 这是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是生理的 因为你平时没有修清净心 一下想静下来的时候 这个生理上会不调适 会有这种现象 另外一种呢 那是业障 你的冤情债主啊 来障碍你 他不希望你成就 为什么呢 他对你还有很多恩怨呢 他还没报 他在等机会 你真修行 正往生了 他就报不成了 所以真正修行人 常常想到自己的冤情债主 每一天把自己真正 这个修学功夫 要回向给他们 一定要发这个愿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再回来的时候 一定度你们 他就不会找麻烦 为什么呢 他在六道里也很苦啊 也很想离开六道啊 你有这种心愿 到极乐世界之后 我再拉他一拔 他很欢喜 他不会找麻烦 不会障碍你 你的心要有诚 真诚心 说到要做到 可不能够欺骗众生 欺骗众生 那他找你麻烦就大了 那么身体有香气呢 一个是感应 另外一个是 当你在用功专注的时候 这种情形很多 有天神从这边经过 看到你 他对你致敬 他在那里站一会 给你获掌致敬 天神身上有香气 所以这种香气 如果它时间长 这个香气会有十几分钟 时间比较长 如果时间短 大概只有几秒钟 那么这是 许许多多同修 都有这个经验 而第四 是弟子平时不常生病 但每次做完义工回家 都会感觉得气 特别虚 恳请师父指导 叫我如何修正自己的心形 这个是一个是工作多 比较累 另外呢 这个道场磁场不一样 你会受到干扰 也就是说 你自己的愿力 练力不够强 自己的愿力 练力很强啊 你就不会受 这个 这磁场干扰 磁场就像电波一样 你的波特别强啊 别的波就不会干扰你 如果我们的波很弱 就很容易遭到别人干扰 就同样 这个道理 最重要是 我们自己愿力要强 念力要强 所以 这个义工同修 一定要找时间听进 通常我们讲经的时候 他们都在外面服务 那我们每一次讲经呢 都有录像啊 发留 同时很快 就把光碟做出来了 希望大家尽量要找时间听 理明白通道 你的性愿心呢 就坚定了 那个坚定呢 是很大很大的力量 不但是你工作量多 你不会感觉到疲乏 你会发习痛感 你看我们这个道场 现在大概大家能够见得到的 这个杨树芳巨寺 他每天睡觉的时间 大概只有三个小时 你说他工作量多少 非常欢喜 一点疲倦都没有 吃得少 睡得少 他常常跟人说 他是早睡早起 你看 晚上三点钟睡觉 三点钟是第二天早晨 是 三点钟 睡睡睡觉 早睡啊 大概六点钟就起来了 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早睡 早起 那么现在跟他这一批人 在一块工作的人 睡眠都很少 一过过的时候 没有这个疲倦的现象 这是什么原因 对佛法通大 他听我讲 他听我讲经 十九年了 而且听得非常认真 所以他完全了解 你们讲弟子归的蔡理序句子 在此地讲过两次 他听我讲经八年 听了八年 都是很专注 很投入 所以那个信愿 闲的力量强大了 这就是你们看到 身体并不是怎么样好 可是他能够坚持 他也不感觉到疲倦 也不觉得累 这是念力 愿力 这个佛法里面讲的 五根五粒了 信尽念定会 他有了力量 这个力量对身体健康 那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下面 这是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 同学们提出来的 他们有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树有树神 花有花神 那么这些树神花神 就是植物自己的灵性 还是寄居在上面 其他的生命 你说的没错 确实是寄居的 不是本身的 本身他没有寄居的 所以从前呢 古时候 出家人呢 修行都住在山上 人籍啊 寒至之处 环境比较清净 就地取材啊 这是砍几棵树的时候 打个架子 盖一个小毛棚 都自己盖 所以佛讲了 就戒经上说得很清楚 要砍这棵树 这个树的高度 有一个人高 就有鬼神 寄居着呢 那他就加了 那现在我们想砍这棵树 怎么办呢 三天之前 要去通知他 要去给他送金 拧咒 请他搬家 请这个树神搬家 三天之后啊 再来砍他 对他要有礼貌 他也会很合作 因为看到你在山上修行 他也很欢喜 很会跟你配合的 他会搬走 如果你没有去祭祀 没有去跟他通知 那就结了冤仇了 虽然他没有受到伤害啊 他会也会离开啊 但是很怨恨 我的家 我的房子 你不破坏了 怨恨 你念头有啊 总是 借了不善的缘 所以一定要晓得 三天之前 我们在澳洲 澳洲人 诸位晓得 因为他们地大人稀 这个生活非常悠闲 没有香港人 这么积极 你看香港人走路就跑步 他们走路是大摇大摆 慢腾腾的 干什么事情都慢 那鬼神大概也是这个喜气 也慢 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也是有一栋房子测了之后 这个是重建 前面门口有四棵树 我们这三天之前 我们这三天之前 依照佛法去做通知他 以后这个树神托梦 他说请你们以后通知我们 在七天一切 三天 他来不及 所以以后我们就了解这个状况了 最好是七天之前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鬼神这些事情 佛法里都说九法界众神 这都是我们人肉眼看不见的 九法界 六道之外 还有圣文 圆觉菩萨 九法界都是众神 大臣教里面六道是内反 反复 这个四圣法界叫外反 这个内外呢 就是六道是界限 六道以内的内反 六道外面是外反 不是圣人 那我们都称圣人了 称阿罗汉都称圣人了 在大臣教里面 他们是反复 内反 那比我们高 那个圣的标准是什么呢 圣的标准是破一瓶无名 真一分发身 这圣人 你还没有正德发身 就是你还没有大彻大物 民心见心 都算是反复 民心见性 那是圣人 为什么 他已经超越 圣法界了 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圣法界 这才算是圣人 那么教里面呢 常常讲 你看看 你看看 圣法界外面 那真正圣人居住的 叫一阵 法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阵 法界 华藏世界 也是一阵 一阵 法界 那么加上跟 圣法界 后期了呢 至少是有十一种不同的法界 这个圣法界的就是十个不同的 至少有十一个不同的法界 这很巧 这巧合 现代的科学家 给我们讲 宇宙之间确实有不同维持空间存在 不同维持空间 就像我们电视上频道一样 不同的频道 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画面 一个频道 不晓得它还有很多的频道 如果很多频道都能够看到的时候 那个宇宙观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科学家说的是 在理论上讲 这个空间维持是无量无边 可是现在科学有证据 大概是从数学里面 推断到的 它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空间存在 我们佛法叫法界 正好也是十一种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推算法的 这就是一种巧合 科学呢 是非常希望找出方法来突破 到现在还找不到方法 那么宗教里面 他有方法 最早突破这个空间维持的 不是佛教 佛教历史到现在 就算中国人的讲法 我们中国这个古书里头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度到 今年是三千零三十三年 这中国人记载呀 可是外国人记载的 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 两千五百多年 差不多相差五百年了 到底哪个正确 这个话谁都不敢讲 我们也不必为这个事情去操心去考究 没有这个必要 就算是他们说是说法准 也有三千五百多年 二十二千五百多年 那么突破空间维持 就是知道六道轮回 真正见到六道轮回 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 他们的历史 他们自己讲有一万多年 因为印度人不重视历史 说一万多年 可是现在世界上一般肯定它 就是肯定印度教 在全世界是历史最悠久的 至少有八千五百年 那比我们佛教要早了五千年 印度婆罗门教 这个首先 用什么方法呢 用禅定 所以他的定功身 在禅定里面 见到我归的地狱清清楚楚 他都能说得出来 见到天道 欲界六成天 四界十八成天 五色界四成天 通通见到 天人生活 天人生活状况 都讲得很清楚 可是 这些现象 究竟从哪里来的 什么原因产生的 他们不知道 这就是说 知其当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一直到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世界 才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 讲明白 不但是六道从哪里来的 佛说得很清楚 四圣法界从哪里来的 也讲得很清楚 有他的业因 有他的果报 所以 释出世界法 总离不开因果 善因一定是善果 不善的因 一定是不善的果报 那么大乘经教里面 这个 是 是法界 因形 我们在讲习里头 也讲过很多遍了 华严经后面 还会很多次的 要讲到 往后 一一次 彼此讲得深入 讲得详细 这华严经的好处 我们对这些 都明白 懂得了 我们相信他 虽然我们没有见到 我们这个相信 有理论的依据 凡事 他都有个理 理明白了 事就可以相信 理要是不明白 那个事 我们就很难接受 所以一切法 有理 有事 有因 有果 那么佛法讲到 最高的 就讲到 性相 性 是他的体 相 是他所献的相 那就讲得很深了 那么这些道理 我们要懂 今天 由从台湾来的同学 刚才跟我见面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这一位同修 身上有很多众生 父神 他不是父神 住在他身上 这些众生 最初进驻的时候 都是报仇的 过去身中 有过节 过节不是他本人 是他祖先 所以现在他们是发诚恨心 要来报仇 可是这些发现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是个好人 但是时间太久了 现在想出 出不来 那也希望我们来帮助他 他为什么找到我们呢 晓得 我们对于这个事情 可以接受 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 完全不相信 你都不会理他 他也不难找你 找你没用啊 你不肯帮忙啊 那么我一生 遇到这个事情 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些 这个 这幽灵界的找我 就相当多 那我总是帮他们忙 连这个万幸先祖纪念堂 也是的 都是来找我的 那么这是不是迷信呢 一般人讲这是迷信 其实迷信这两个词 大家都含糊笼统 没考清楚啊 迷是你不了解 你对于这个事实 真相 离死因果 都不了解 你就相信他 这叫迷信 相信他呢 你不相信他呢 也叫迷信 为什么 你没搞清楚吗 没搞清楚 信他是迷信 不信也是迷信 你们想想对不对 你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就不叫迷信了 所以我们是在理论上 搞得很清楚 事实上我们接触很多 真有这回事情啊 他说我迷信 我说我承认 但是你呢 你是迷信里头的迷信 你加了一倍啊 你比我加一倍啊 你是迷迷信啊 我比你还强多了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也不要跟人真 他能信很好 不信也好 总有一天呢 你会信 信了之后啊 你会后悔 太迟了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读读书 我们今天 所有一切问题 都在念书 念圣贤书 念得太少了 多读圣贤书 不但对人 要尊重 一生当中 绝对没有一个 恶念 对人 也没有一个恶念 对鬼神 对一切众生 我们都是 诚诚恳恳 老老实实 与一切众生 结善缘 不要结我缘 要常常想到 令一切众生 神欢喜喜 那我们都快乐 所以这个鬼神找我 就说 法师 你能接受我 所以我才来找你 求你帮忙啊 那找到了 那都是算是由云 所以我说 我会帮助你 我说我们这个 这个立牌位啊 可以让你来听经 让你的道成念佛 他又提出了 立牌位的时候 还不能来呀 不是立了牌位 就可以来的 这个话说的 有道理 不什么有道理 你比如说 这个请客 我们拿世间人情来说吧 我们今天有宴会 我们请大家 这个请帖都发给大家了 但是没有恭敬的邀请 很草率的 这个请帖就发出去了 甚至请帖上写的也不客气 你到这边来了 在门口要有警卫 看到你这时候 他不相信 他不让你进来 有这个事情 很多啊 我们参加很多 这些这个 这个这个大型的 这种宴会活动 拉到请帖 一定主人 甚至主人的代表 一定在门口那边 迎接 所以这一见面的时候 那请帖都不需要看 那警卫人员看一下 马上就请你进去了 那是礼遇嘛 那我们今天请这些鬼神呢 也是这个道理啊 给他列个牌位 没有写请帖 然后真的已经给你准备座位了 但是没请帖给你 进不来 所以写牌位的时候一定恭恭敬敬的离请 就是邀请 这个手术啊 很多道场都忽聊掉了 做得最圆满的 我们杨老师做得很圆满 好像他还有一个光碟 把他自己这个经验呢 做了一个报告 告诉了大家应该怎么样做法 写了牌位 恭恭敬敬的期请 就是邀请 他才欢喜来啊 你对他很尊重啊 不来也不好意思啊 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啊 跟这个九法界众生往来 也跟人间一样 礼貌要周到 啊 态度要诚恳 他就欢欢喜喜来了 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植物有灵性 也应该有轮回 那么 我们因为一顿素食伤害的生命 甚至比一顿肉食伤害生命更多 那佛教徒 因为慈悲不杀生而素食 岂不是失去了意义 这个不必说了啊 植物可以说有灵性没有神史啊 啊 他这个神史啊 是别的灵魂寄居在他这个地方啊 他本身呢 没有这个这个这个神史啊 那么草木虽然还有神 草木的神迁移非常大啊 你在收割的时候他知道啊 他就走了啊 他是一个好像是游牧民族啊 他到处为家的啊 哪里可以住就住 不可以住赶快走啊 所以这是跟树不一样啊 所以树神他住在那个时间比较久啊 啊 那么他执着那是他的家啊 啊 所以一定先给他打招呼啊 啊 越是年代久的树啊 啊 那个神要是在住的久啊 这我们常常讲就变成树精了 就成精了啊 有时候他也会信心啊 他确实会信会信心啊 第三呢 植物的生命呢 是如何缘起的啊 这个缘起很深啊 希望呢 你多多听华严经啊 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讲过 缘起甚深啊 你信心去听听啊 因为整个宇宙 不但是植物 包括矿物啊 只要是现象啊 啊 这个法相为时钟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啊 那现在的时候 科学家了 把这个生命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物质啊 一个是精神啊 啊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 也是这两分 色法 心法啊 心法就是灵性啊 心法 色法就是物质啊 世间人把它分作二了 佛法是看作一个啊 啊 啊 为什么呢 色心同余啊 啊 在这个法相里面讲 色是相分 心是见分 你看阿赖耶里面有三分啊 啊 自真分 见分 相分啊 啊 八十五十一心所啊 啊 通通都有三分啊 啊 这个三分里面呢 呢 自真分是相同的啊 啊 自真分就是佛家讲的真心 本性 法性啊 啊 名词很多 但是都说的是一桩四季 那是真正的自己啊 啊 禅宗里面常讲 父母未生前奔派面目啊 啊 那么最近我们讲的 啊 这个底下还没讲到 还没还没讲到这个 咸手菩萨的这个寄送啊 讲到寄送会说到 一道甚深就讲到了 啊 这是讲的很深很深的意思 讲到宇宙的缘起啊 一道甚深 这个一道啊 就是发现 发现呢 就发现变现出来的 啊 就发现是自真分的 发现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精神物质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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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